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耶稣对所有要跟从祂的人 要服侍祂的人 说了很重要的一段话 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主 第一要学习舍己 放下自己 不要我很大 我的经验 我的个性 我的脾气 我这个人 我有没有被尊重 把那个自己放下 你才能够真正让主的旨意成全 否则就好像彼得一样 你万万不可以 上帝要做的事情 他还可以说你万万不可以 你看他那个我的主见有多强 放下自己 然后呢 是要付代价 背起十字架 天天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主 求主帮助我们 那个十字架里面是一个价值 求神帮助我们 接下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 他讲的是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的那种 德与失 德与失 我跟从主 我会不会失去什么样 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会的 但是当你愿意为主的缘故 为福音的缘故 付上这些代价的时候 你能够得到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耶稣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他说凡为 为的 我有的人 为了要救自己的生命 那么就必丧掉生命 凡是为着主的缘故 为着耶稣的缘故 也为着福音的缘故 愿意舍弃一些的时候 你反而要得到更多 反而要得到更深的 是有一些宣教士 他们可能真的到一些福音的未得之地 那里相当抗拒福音 以至于真的有人就因此失掉生命 但是我还是说 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恐怕真的没有 不会碰到这样的事 可是我们会碰到的是 也许我失掉的不是生命本身 而是生命当中一些我非常珍惜的东西 我非常在乎的东西 我可不肯为主的缘故 放掉这些 这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德与诗 在台湾有一位宣教士 我非常敬重他 他已经九十多岁 他从美国来到台湾宣教 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他和另外一个男人热恋 两个人都爱主 两个人也都奉献给神 两个人后来都做了宣教士 但是他很清楚神的带领他去这个地方 而那个男人也很清楚神带领他的是去那个地方 现在他们要决定要不要结婚 他们怎么可能结婚了之后 两个人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呢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要不要为着神给我们的托付 为着主给我的托付 为着福音的缘故 舍下我生命当中这个非常宝贵的爱情 他们做了这个决定 我相信二十岁的年轻人要放下爱情 那个一定痛彻心扉 但是谢谢主 后面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他服侍神 他得到了非常多的灵魂 许多人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 许多人因为他生命改变 而他自己在永恒里面 得着神的喜悦和奖赏 那是多美的一件事情 也许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 这个德与识 两样都是我要 我要上帝的祝福 我也很想要自己的梦想 但是今天主也问你 你愿不愿意为着主 为着福音的缘故 有所舍弃 我奉足的名祝福你 你会看见 你得到更多永恒里面 极宝贵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